你知道嗎 你的所有外在表現都會影響他對你的第一印象 也就是所謂的光環效應 人們對人的認知和判斷通常只從局部出發 再漸漸的擴散出整體印象 也就是所謂的印象以偏概全 所以如果一個人在一開始就會標明是好的 他就會被賦予一種好的品質 如果你一開始表現很差的話 嗯嗯 後面什麼都不用講了 所以當你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有沒有簡單的方法讓你在對方的眼裡留下一個非常好的第一印象呢 以下這六點做到了 馬上幫助你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人 Hello 大家好 我是迷路第二第二 歡迎回到這個愛與被愛的YouTube頻道 怎麼樣在第一次的見面 或者後續幾次約會裡面讓對方對你產生良好的印象 才能有後續的發展嘛 這件事情說起來簡單又有點難喔 這支影片呢 我要濃縮我自己個人的心得 以及我最近的生活觀察 還有網路上的一些方法 要告訴你六點 怎麼樣讓你快速的成為一個有吸引力有魅力的人 這支影片不只談方法 也講了一些我個人最近的內心感受 以及我自己的對我自己的整理 希望可以對你們有幫助 如果你們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 讓我們一起把這支影片看下去 Let's go 第一點 在乎每一個你遇見的人 你生活裡面一定有遇過這樣子的經驗喔 你可能在一個聚餐上 或一個會議上 你遇到一個陌生人 這個陌生人雖然表面上對你很熱絡 跟你握手啊 跟你介紹他自己 但實際上他就是走個形式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是誰 想到了怎麼樣的經驗嗎 你會喜歡這樣的人嗎 你會想跟他講話嗎 其實根本不會對不對 因為你從他開頭第一句話開始 你就不想理他了 因為你覺得這個人根本沒有誠意 他只是在講他自己的東西 所以 如果你曾經也有這樣的感受的話 那麼 請記得提醒自己 在喜歡的人面前 千萬不要做出這樣的事情 不要讓他覺得 眼前這個人根本就不在乎我 我根本就不重要 他雖然約了我約會吃飯 但可能這個男的只是想找一個人 你給他吃晚餐而已 根本沒想要約會 那怎麼樣的動作會讓對方有這個感覺呢 這邊有幾件顯而易見的事情是 你可以不要做的 我們以前都講過 但在這邊再幫大家做一個整理 第一個 約會的時候不要滑手機 你可能會說我只是回個訊息 或是把一些通知消掉而已 但對方真的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會不會你在回別人訊息的時候 他會覺得你在偷跟別的女生聊天 不管事情是不是這樣 只要對方產生這樣的想法 他就會覺得你其實沒有那麼重視他 對吧 你不希望對方做的事情 我們也別這麼做 第二 跟對方講話的時候 眼神注視了對方 這會給對方一種認真被聆聽的感受 第三 記得對方講過的事情 以前啊 我講這些都是想提供一種方法 但是我現在發現這些方法後面的動機 才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你會願意約束自己 不要做這些事呢 是因為你真的很在乎 眼前的跟你約會的這個人 因為你是真的不想錯過 一分一秒跟他的相處的時間 對吧 這是所有你可以了解他的機會 所以你不會去滑手機啊 那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誰會不喜歡一個真正在乎自己的人呢 約會的時候到底什麼能做 什麼都不能做 其實很簡單 反過來想 如果你是對方的話 你希望看見自己做什麼 如果是連你自己都不舒服 不喜歡的事情 那就別做了 最近有在意的人嗎 想不想來算一下 你們到底合不合 我一直以來都有用一個算命的APD 叫HIGHSEAN 非常優秀 一直更新他們的系統 然後最近出了新的 叫愛情合盤報告 一鍵合盤 很厲害哦 就是這個愛情合盤裡面 人家進化到有分成 不同的感情狀況 跟不同的分歧 曖昧 熱戀 跟婚姻 我覺得這很棒 你不同的狀況 你在考慮的事情 當然不一樣 你曖昧的時候你就會想說 我們可能還沒到親密關係 那我們這個東西會合嗎 那到婚姻你就會想說 我想要小孩 他要不要小孩 我真的從來沒有算過 一個APD可以把它分開了 所以我覺得很酷 接下來我就來帶大家看一看 我算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我做的是這個曖昧期 我覺得很猛的是 他直接講說 我要如何獲得對方的好感 這個有攻略 除了對方喜歡怎麼樣的形象 特點之外 他這邊還有寫說 叫我要去創造一段 跟對方美好的共同活力 因為這件事對他來說很重要 他還有給月份 哪幾個月會感情升溫 然後哪幾個月是平穩 哪幾個月你會比較有阻礙 整年都直接幫你算好 還會給你曲線圖 還有這個提升戀愛關係的建議 第一個 幫對方解決問題 第二個是幫助對方釋放情感 我的算的人呢 他常以溫柔友善的形象示人 但他自己壓抑了很多負面情緒 所以我需要去擔任這個角色 會對我們的情感比較有進展 然後下面還有寫喔 他可以暗示很過分 如果我們在一起之後 會怎麼樣 他會先告訴你 讓你對這個未來有所想像 他這邊還有 我們之中誰更花心 其實最後很重要的是 雙方性生活匹配程度 這也可以算 好不好 如果你是這個格外在於性的話 他會告訴你 對方的表現 大概會是怎麼樣 然後他喜歡 踏實的 還是強烈的 這頁我就不貼給你看了 然後我剛有說嘛 他有分曖昧、熱戀跟回音 然後我助理有穩交的男友 然後看到了現在生命裡面 重要的順序 什麼是工作、理想、朋友、小孩 還是另一半 結果他排出來的 他跟他男朋友 這個 另一半都在最後 他們前面都有別的優先事項 三個不同階段的分析 長出來的項目都是不一樣的 這我真的沒看過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大家可以試看 打開HiSeed的時候 在APP的右上角 可以領取迷路專屬的 六折優惠 第二、一、三、一、四 祝大家一生一世好不好 原價七百九 折後四百五 好就可以獲得一份 完整、實用、赤裸 讓你自己可能不敢看的 赤裸但很真實的愛情隔範報告 如果你還沒有做過HiSeed的人格報告的話 也可以輸入米露的免費兌換碼 第二、五、二、零食 你先去看看說 你覺得喜不喜歡準不準 如果準的話 再回來購買這個 愛情隔範報告 我相信對大家的感情 都會是有幫助的 無論你在曖昧中、熱戀中 或是醉母湯 但我也很想知道了 再算一下自己跟前面 到底是有什麼問題 第二點 先讓自己感到舒服 才能讓遇見你的人舒服 你是一個會讓自己舒服的人嗎 這邊沒有要開車 這邊想講的事情是 我們應該穿怎麼樣的衣服去約會 才是最正確的選擇 我曾經被女生朋友問過 第一次跟男生見面約會的時候 應該穿得怎麼樣 才是最吸引男生的 想一想 選項1 最性感的 選項2 最Lady的 選項3 最精緻的 你會選哪一個呢 這些都可以是答案 但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會說 請穿著你最舒服的樣子 什麼意思 你一定有過這種經驗 你要去喝喜酒 吃尾牙 或者中藥的聚會 真的用心挑了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有點貴的那一種 最後 它就是有點緊 但你買了 也捨不得不穿出門 懶得退貨 所以最後你還是穿了 穿出門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呢 你開始在聚會的過程中感到 全身都不自在 在意自己是不是哪邊不好看 是不是太崩了 有點心神不寧緊張 對吧 我也有過這樣的經驗 如果你是兩三年前就看我影片的同學 你會知道 有很長一段的時間裡面 我都是穿著高領衣服跟西裝外套在拍片的 但有時候很熱 西裝外套的伸展性也不是很好 不是很舒服 拍片的時候我常常會覺得有點緊繃 不自在 但為什麼我這樣穿 我今天也特地穿了一個高領 是因為我那時候很想要自己有的某一種形象 專業度 所以我這樣的選擇 但你說我自在嗎 不一定 其實在約會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你想想 如果今天坐在你對面的男生 他覺得自己的褲子很緊 衣服很緊 一直調來調去的 然後你在意自己的頭髮幹嘛的 你有辦法好好跟他享受這個夜晚嗎 不行嗎 你看著他那麼緊張 自己就跟著緊張起來了 所以下次的約會 試著穿著自己最舒服的樣子出門吧 但舒服不等於隨便 而是在自己最舒適的狀態下 能讓自己好看 就是先讓自己感到舒服 那麼才能讓遇見你的人也很舒服 第三 姿態或體態 要怎麼樣在別人心中留下一個很好的第一印象呢 身體看起來怎麼樣是很重要的 老實說我最近有點過勞 腰症背痛的 其實是老毛病 但上禮拜真的痛到不行 我就找了家裡附近的真骨 想要被好好治療一下 那其實整之前那個師傅也沒跟我講太多 但結束之後 師傅突然就跟我說 你站了之後是不是很常這樣 這樣 欸對耶你怎麼知道 其實我一直知道我有駝背的習慣 但我沒想到我還有三七步的習慣 後來想想體態也是呈現一種肢體語言跟溝通的方式 但這邊不是要叫你隨時一整筋只要做到這樣 而是必要的時候 比方說現在 你很認真的要講一段話 如果我這樣子跟你說話 我就會覺得我自己看起來比較 就要衛縮比較小 但是當我挺胸的時候 看起來就會有點不一樣 其實自己在說話的時候 如果你挺胸的說 也會更有自信更大方一點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自己的姿勢 不良的體態很容易被人家誤會說 你很累啊 你沒精神啊 懶散啊 誰會喜歡一個跟你一開始約會吃飯 他就很累的人 對吧 所以可以試著拍下自己的坐姿或站姿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自己可以改善的地方 不管是把背挺直 抬頭挺胸 你會看到自己明顯變自信變大方的 再來第四點 頭髮 我這一陣子看了蠻多教人拍照的YouTube影片 通常這種影片會教你說 你要怎麼看光線啊 怎麼看構圖啊 但有一次我看到一個新的說法 他說頭髮 影片說對女生來說 尤其是長頭髮的女生 頭髮會是你整個頭部裡面最大的器官 聽到這個我想說 欸 的確是蠻有道理的 看過去的時候好像真的是這樣子 然後那個教學還特別說啊 所以拍照的時候試著去呈現頭髮的美感 不要只把焦點放在臉部表情上 我聽到就覺得嗯 有點意思有點道理 我在幫朋友拍照的時候 的確只會注意他的表情好不好看啊 笑起來尷尬不尷尬自不自然 我很少去注意說欸 頭髮其實把他怎麼樣拍會拍的更美 但的確頭髮好看的時候 人也是好看的 我覺得同理啦 對男生來說也是這樣子 如果男生的眼睛像是相機或攝影機的話 那看向女生的時候 會不會也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我們其實是在注意女生的頭髮好不好看 順不順 所以當你想要快速的更換自己的造型 自己的感覺的時候 也許你可以注意從頭髮下手 髮型可以最大化改變你的外表 我個人覺得呢 黑色長髮會看啊 讓你看起來很年輕很有活力 選髮會讓你成熟神秘還有一點點性感 但最重要的是 選一個讓自己最自在最舒服的髮型 由內而外散發的吸引力 才是讓男生最無法抗拒的 如果你硬選了一個不適合 你懶了一個你不是很確定的顏色 那就會變成我們上一點所說的 像是你穿了一個不適合自己的衣服 在約會的時候 你反而會反覆確認自己的狀況 喔不OK 那就不好囉 因為這是緊張的你 不是最讓別人舒服的你 第五 這一點呢我其實不是百分之百確定女生會怎麼想 但對我來說我會特別注意約會對象的嘴唇 你要說為什麼嘛 就很本能的看著他的嘴唇 就會讓人聯想到親吻嘛 而且我是真心喜歡這個人 我才會注意他的嘴唇 我今天去看我男生朋友嘴唇幹嘛 我是發瘋是不是 如果我對這個異性不感興趣 我還真不會特別看 在這邊想請大家回答今天的練習題 女生約會的時候會特別留意男生的嘴唇嗎 是或否 請留言讓我知道 這個我真的蠻好奇的 需要你們的意見 所以我自己出門啊拍片前幹嘛的 我也會補一些護唇膏 預防自己嘴唇乾裂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這個 嘴巴上有死皮是一件我很在意 然後不是特別好看的一件事情嗎 想想看如果你跟對方聊天 然後你看到他嘴巴上有死皮 給你整個人跟注意力都被他嘴巴抓走了 那還有心思去想他剛剛說了什麼做了什麼 所以嘴唇水潤的女生 真的對男生來說 吸引力特強 就像剛剛說的那會直覺性的想到 親吻 最後一點 感覺 這一點有點抽象 但我特別想跟大家分享 感覺呢 換個詞會會比較好懂一點 也就是你散發出給別人的能量 想想看喔 你今天約了朋友的聚餐 但是你晚到了 當你抵達見到朋友們的時候 你的朋友們是什麼感覺呢 看到你來了 大家會覺得 哇很high你終於來了 因為有一個很會炒熱氣氛的人來了 那可能是因為你話很多 玩起來很瘋 那也有可能是 哇你來了 我瞬間就覺得很安心 因為你會照顧大家的需要 你會照顧大家的需求 這就是你帶給別人的感覺是什麼 我們很少去意識到這件事情 是因為這個是我們對別人的影響 而不是別人對我們的影響 相對來說比較難觀察一點 但我覺得可以試著問問看你的好朋友說 欸我平常會給你怎麼樣的感覺 如果我們不太熟的話 你會怎麼覺得呢 試著去理解他的回答跟他的感受 像是看到你來我就會覺得很開心 那可能就代表說你常常笑臉迎人 原本心情不好的人看到你都快樂了 你身上擁有著改變氣氛的能力 所以之後當你跟喜歡的對象約會的時候 我覺得你就可以善用自己身上的特質 心機一點 如果你能讓別人安心的話 就可以在約會的時候去 去探索一些危險的小地方啊 比方說密室逃脫看鬼片 這個時候他覺得有點緊張害怕 但是因為你有這個讓人放鬆 讓人覺得安全的特質 你就可以吸引到他了 那如果像前面說的 你是開心果 不管去到哪裡 人家看到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那就選個像遊樂園啊 或是打電動的那種遊樂場啊 或是能運動的地方 他可能平常覺得 喔逛這個地方還好 但是因為你特別能改變氣氛 卷了人家快樂的感覺 他就覺得哇跟你在一起特別的好玩 讓約會變得獨一無二 現在你知道你給人家的感覺是什麼了 今天影片有六點喔 不管是透過外表的改變 還是透過對自己的梳理跟整理 我覺得這些都是相對來說 很容易執行 你跟朋友聊一聊 理性一下 你就可以獲得一個 重新挖掘自己身上特質的想法 這支影片不是要讓你不做自己 我是想真的把你身上的特質 讓別人喜歡的地方 甚至你喜歡的地方 重新透過這支影片梳理 找出來 讓你在下一次約會的時候 可以成為一個更有自信 你也更喜歡的自己 而當做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你在意的人 肯定也會更喜歡你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米露的YouTube頻道 然後這支影片會收入在約會前 你該看 在那個系列裡面還有很多在約會的時候 我曖昧的時候 你可以看看幫自己做些準備的題目 希望你們喜歡 那也記得幫我開啟小鈴鐺 因為最近看了後台說 訂閱我的人 開啟小鈴鐺的頻率有一點滴滴 希望大家可以幫我一起努力一下 我們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zinc 呆